这是一个只看头发颜色的世界 头发的颜色决定每一位女孩的命运 每一位女孩到18岁头发都会变色 棕色头发是平民 蓝色头发是海洋的女神 红色头发是恶魔 银色头发是天使 紫色头发是仙子拥有魔法 粉色头发是世界上唯一一位公主 受万人敬仰 明天就是我18岁生日了 好期待我的头发会变成什么颜色 天都这么黑了 赶快回家 先去洗漱 去睡觉了 好期待明天我的头发是什么颜色 早上了 我要赶紧去看看我的头发是什么颜色 天哪 我的头发颜色是粉色 也就是说我是公主 等等粉色头发这么稀有 学校里面肯定有人冒充 以防万一我还是戴一个假发 就这个发色了 赶紧收拾收拾上学去 终于到了 心想果然有人冒充 那刚好不妨我陪你玩玩 那不是千灵吗 他头发怎么是平民 那刚好 小木你又要干什么 要和某人头发怎么是棕色呀 我头发是棕色 关你屁事 某人说不定是用了哑发剂 千灵你说谁是冒牌货 还有你就是急救我的头发是粉色吗 谁是冒牌货 自己心里清楚 还要把你的臭嘴给我闭上 我告诉你 小木别得意太久 听说公主就在这所学校 好像是一般的 请问一下谁是粉头发的女孩 喂喂喂 本公主在这里 你就是公主吧 没错啊 我就是公主 快带我回皇宫吧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不过有一个冒牌货 没错啊 我就是公主 快带我回皇宫吧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不过有一个冒牌货 不仅想冒出我还骂我 喂 小木不要去口喷人 去你的 老娘啥时候骂你了 骂你我都觉得废口水 你刚刚说你是公主 那你可看好了 曹 千玲 怎么会是粉头发 我去 怎么会有两个粉头发 到底哪个是真的公主 据我所知 世界上只有一个公主 也就是他们俩之间 有一个是冒充的 可他们两个 哪个是冒充的 都是粉头发 这还用说吗 我是真的呀 千玲肯定是冒牌货 口说无评 你得有证据 这样吧 你们两个 都给我回皇宫 现在还不知道 谁是真正的公主 明天我会请一位精灵 到时候 就能判断出 你们谁才是真假 结果没出来之前 你们都必须住在这里 结果出来以后 冒充的公主 将会被打入地牢 现在承认 还来得及 没人承认是吧 那行吧 穿公主裙的那位 先跟我走 好的陛下 回完的去 主播想破6.2万 上期视频没有火 希望这期视频能火起来 哈哈 我是不会让我自己帮路的 打S都贴贵 这个就是你的房间 你先在这里 熟悉熟悉一下环境 好了好了 我知道了 你先出去 那我就不打扰你了 你凭什么 不必的理由 乱和房间 你跟我走 这个是你的房间 好的 谢谢你陛下 辛苦你了 不用谢哈哈 你比那个女孩 比茂多了 那我就不打扰你休息了 我觉得 那个低着头发的女孩 小公主 哇 卡卡 这个就是我的房间 何真大呀 这个床睡起来 肯定舒服 不行 我得想个办法 不要陷害千玲 对了 只要千玲的头发 不是粉色的 我就行了 哈哈 千玲 你就等着打入地牢吧 哇塞 这个就是我的房间 可真大啊 去换一件衣服吧 这件太热了 似你花着风 划过了长空 重新柔的梦里 还是这一件 凉快一些 去坐椅子上先会 明天就能出结果了 小莫看你怎么嚣张 不对这么重大的事情 小莫肯定想了个方法 要陷害我 呵呵 我是不会让你得逞的 天色也不早了 去睡觉 果然这个床 比我之前睡的床 还要舒服 起床了 去吃早饭 果然这饭 比我做的都要好吃 那精灵 差不多也快到了吧 陛下找我有什么事吗 不必行礼了 请问你有什么办法 让假冒的献出原形 这个很简单啊 陛下 我有一种药水 我把这种药水 洒水洒在盛池里 让那两位女孩 冲洗一下头就可以了 好的 我去叫他们 快点下来 快跟我走 他们两个都在这了 好的 你俩跟我走 这就是圣池 这就是圣池 你们两个进去冲洗一下头 你们不要想着 用什么强力染发剂 就可以冥闭过关 这个圣池 不管是什么 都会现出原形 我先来 避进深圳 不怕椅子歪 我洗好了 我洗好了 放明了小莫这下 看你怎么办 啊 我的头好痛 不用担心 这是正常现象 过十几秒之内 就会出效果 冲就冲谁怕谁 二次黄龙老龙 不会被吹马脚巴 啊 我的头好疼 完了漏现了 陛下你看 冒牌货 已经现出原形了 那没有什么事 我就先走了 好 好你个小莫 竟然敢骗我 来人把他 搓去打入地牢 陛下饶了我吧 我不想去地牢 对不起 可错了 陛下你看他 已经道歉了 你就饶了他吧 正好 皇公劝你会服人 行 我是看在公主的面子上